这是一个神奇的村庄 175户人家生活在一块巨岩之上 祖祖辈辈延续了600年 村庄被海拔800多米的群山包裹着 山面都是悬崖 虽然风景如画犹如仙境 但直到20多年前 村庄依然不通公路不通电 2000年的时候 这儿的人们还在用没有灯照明 靠双脚翻山越岭 那么人们为何要生活在这里 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浙江京华悬崖村沿门 去看一看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别样生活吧 去往悬崖村的盘山公路狭窄蜿蜒 拐弯的角度超出你的想象 因为险峻 这条路被人们称为浙宗川藏县 在这儿立了块牌子啊 川藏县越野未经许可禁止通行 浙江318浙中川藏县 随着高度的提升 我们的车恍如驶向了云端 左面是悬崖 右面是陡沿 车程达到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啊 蜿蜒曲折 终于到了这一块开阔地 前面不远处应该就是悬崖村了 悬崖村的标志写着盐门 啊 这底下 过差将近有四五百米最起码 村子前方是开阔连绵的梯田 满满当当的种植着粮食蔬菜 由于三面灵芽背靠大山 所以这儿的房子都是依着山势而建 层层错落 每家每户都视野开阔 妥妥的山景房啊 房子大多是两到三层 有新建的水泥瓦房 也有木结构老房子 甚至还有用石块砌起来的房子 由外面的人相比 村里人修房子是相当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不通公路的年代 建房的材料要搬到这里 要靠肩扛手提 十分的费劲 所以早年人们就地取材 用山上的木头石块来建房子 这里就是村口 村口的三岔路 你看房子都聚集在这一边 依山势而建 经过路边 听到嗡嗡嗡的声音 发现有很多蜜蜂啊 哎 趴一看 原来蜜蜂在这里吓死我了 这个竟然是蜂巢 蜂巢也做成了小蘑菇的样子 很有创意 其实养蜂啊 是悬崖村的人们 除了种田以外 另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村里 我们遇到了一位热情的村民小哥 跟我们聊起了悬崖村的情况 师傅您好 您是一直都住在这个悬崖村里的吗 对对对 一直在悬崖村的 你们生活用水啊 这种是从哪里来的了 这种是山上那个山沖水都涌出来了 山上还有泉眼在的 山上有泉眼引出来的 对对对 那店的话 店的话应该老早就拉进来了 店的话也有二十几年了嘛 哦 拉进来二十几年了 我看现在这边网络什么 好像都通的 网络也通 哎 那倒不错 生活条件 那么那个路的话是啥手绣通 公路是通汽车的公路是啥手绣通的 那有一条的话 往新区方向去的稍微早点 也有二十来年 再从旁这条路的话 要晚一点 哦 我们上来 我看那条路弯弯曲曲的 它是川藏线318是吧 对对对 哦 这个可能也是后来修的 哎 318 不是 318是几个点连起来 我这个是终点站了嘛 哦 这边小学村是终点站了 哦 小学村是终点站了 哦 终点站了 路修好以后交通好多了 以前的话 如果这里面的人要出去的话 相当不方便了 嗯 没修路之前的话 只有走那三路咯 哦 走三路 我看那边有一条要爬上了挺陡的那种路 可能是的 哎 那就是古道了 哦 古道 古道上了 以前的老一辈全部都走那条路了 哦 那如果孩子们要去读书啊什么的 那要怎么出去了 也是这条路 平时这条路走过去 一直走到镇里啊 走到城里 哦 走到镇里不得走上了两三个小时了 要了要了要了 很早就搬到这里来了吧 嗯 就是历史的话 可能有四百多年到六百年差不多 哦 六百年的历史了 将近六百年了 哦 他们怎么会选择到这样一个 山顶上面 悬崖上面来生活呢 嗯 记载是 本来是避难的嘛 你早知道冰花马乱了 避难的 哦 这个地方的话 反正水的话也不干 就种田地的话 就是还是比较充裕的 哦 田 田比较多 对对对 嗯 大概早老的时候都是种田的 嗯 对 一般的话也不用出去啊 自改自足是还是能满足的 没问题的啊 现在像早就好了嘛 这农家乐开的也比较多 一般都一定能过来进营 哦 天长的话可能在城里啊 这比较忙的时候也会回来的 哦哦 是这样的 好的 正如小哥所说 雪崖村由于交通闭塞 村民们一直以来过的 都是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而如今公路开通后 这里吸引了很多城里的人过来游玩 因此村里开启了很多农家乐民宿 那些原本走出悬崖村的年轻人 也纷纷回到这儿创业 我们也来逛一逛 领略一下悬崖村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吧 在这儿的生活是慢节奏的 村口的广播喇叭 拨着盘新闻 老人背着手在石阶上缓缓行走 他家的黄狗 出神地望向村口的方向 建在山崖上的木房子 门前的木栅栏 推了色的对联 古朴的石旧 仿佛一下把时光拉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溪流 中午的时间 老人和小孩在路边乘凉 大狗狗也来这里臭热闹 非常的谢借意 这边有一棵参天大树 这是上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大树应该有 我身后这棵大树呢 叫南果树 已经有150年的树林了 这儿有很多这样的大树 这棵树的树高有18米 事业非常繁茂 树竿上面爬满了青檀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大家来看一下 瞧这是什么 这是一尊土地公 土地公公 村民们把土地公呢 既是在这个大树的底下 这里叫南天门公园 公园旁边有一个民宿啊 哇 这里的环境应该非常好 前面能够看见山景 然后这旁边也有超级大的窗户 在这里面住一晚上 应该也是蛮舒服的 南天门公园的旁边 也是万丈悬崖 亚边有一块告示台 仅是滑坡隐患 这边有一个好大的观景平台 在这个观景平台上看啊 那真的是才发现自己是在悬崖上面 看 哇 旁边都是陡峭的山崖 脚底有点发抖了 这底下是有一条溪流 小山村非常的宁静啊 这大中午的竟然还有公鸡的鸣提升 这里有一座人造的小桥 它这个桥的话 底下呢是有原始的这个溪流流过 桥的这一头就是悬崖了 我们过来看看啊 这里还有个老的石旧 哇 哇 万丈深渊 阎门村犹如宫崎骏笔下的天空之城 坐落在云端之上与云雾为林 身在此处让我感觉犹如置身仙境 这里的人们淳朴热情与世无争 这里的生活不慌不忙 惬意自在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